10月6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绿本 分别会见了绿本外交大臣和新任首相菅义伟 蓬佩奥此行 重点是参加在东京召开的 美、绿、印、澳外长释放安全对话 除了蓬佩奥和茂木敏冲之外 澳外长佩恩和印外长舒杰生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据绿本共同社报道 世国外长就推进自由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构想加强合作达成了一致 确认了世国将在海洋安全保障、网络 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场合作 世国外长还就与更多国家合作 以确保地区秩序达成一致 此外还讨论了东海、南海以及朝鲜局势 会后对本首相菅义伟还在官邸 与美、印、澳三国外长会谈 强调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是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 世国三顶将合作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认为美律印澳是开会的核心和目的 是要构建称霸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霸权体系 一、称霸印度洋、太平洋的目的是遏制中国崛起 二战以来 印度洋、太平洋的霸权 本来就掌握在美国的手里 随着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美国深感印度洋、太平洋的霸权 岌岌可危 2008年 美国斥贷危机之后 美国经济差点崩溃 实力急剧的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了各种措施 来滚固美国的世界霸权 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说 如果中国人民也过上了美国人那样的生活 整个地球的支援不够用 奥巴马在日本说 如果美律再不联合 太平洋的规则今后就让中国人来定 所以奥巴马时期制定了重返亚太战略 想通过美国的力量来滚固太平洋的霸权 经济上推出TPP 想建立新的美国经济体系 来达到控制亚太经济的目的 奥巴马从2013年开始 一直到2016年即将卸任时 炮制了南海仲裁案 妄图通过南海仲裁案 发起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扼杀中国崛起的势头 特朗普上台之后 继承了奥巴马的战略思想 那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打出了一张又一张反话牌 首先发起了对华贸易战 随后抛出了干涉新疆西战的法案 扶持台独势力 闹台独 扶持感独暴乱 一直到抛出印太战略 步步是杀招 预制中国与死地 二 美律印澳是国中为了遏制中国 哪国决心最大 意志最坚决 当然首屈一指的是美国 因为美国才是印太洋和太平洋的主导者 中国崛起首先是在亚洲的崛起 在亚洲的崛起 意味着推翻美国在亚洲的霸权 推翻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 据说提案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是安倍 日本是二战的战败者 也是二战后世界秩序中的最大的失败者 因为二战战败 日本被美国的军事控制 到现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 日本经济崛起 威胁到美国的亚洲霸权 美国联合欧洲一起 逼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 阉割和掠夺了日本的经济 从此 日本不敢再有公开的推翻 美国霸权的非分之想 而是复合美国 日本想要崛起 首先必须搬掉美国这块大石头 搬掉美国这块大石头 靠日本是不可能的 靠谁 不一的选择就是靠中国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的两面性 一面积极地和中国发展经济 一面积极地和美国发展军事 和中国发展经济 是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 和美国发展军事 是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 只要日本的军事实力 和经济实力不断增长 绿本才又可以质保 同时避免中国和美国 同时对日本施压 又是中国和美国都离不开绿本 中国崛起 对绿本有利还是有弊 如果没有美国控制绿本 中国崛起 对绿本肯定是有弊 但因为有了美国控制绿本的前提条件 意味着 绿本没有被解放 绿本还是殖民地的情况下 中国崛起 是绿本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机会 当然对绿本是有利的 既然中国崛起对于绿本有益 为什么安倍还要提议美国搞印太战略 这就是安倍的高明了 目的有三 一是防止中美合作对于绿本不利 中美如果合作 哪怕美国再如何的衰落 都不会放弃在绿本的殖民 绿本也不敢单独地对抗美国 而寻求独立解放 这样 绿本就失去了独立解放的机遇 二 是某区与中国崛起后谈判的最大筹码 中国要想崛起 必须突破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霸权 而绿本是美国印度洋太平洋霸权的主要力量 这样中绿就有了交易的可能 无形中 绿本通过拉拢美国 而获得了与中国谈判的战略筹码 仅仅是绿本之商 有和中国谈判的筹码吗 在中国崛起中 而获得独立解放就感恩不尽了 拿来和中国谈判的筹码 商是谋取对美国制约的最大筹码 绿本之商是无法抵抗美国霸权的 必须拉一个大国来对抗美国 才能使美国不肯对绿本为所欲为 正是因为绿本给美国找了中国这个强大的对手 才使得美国的战略支援都被中国所吸引 而放松了对绿本的力量控制 从以上分析看 安倍建议美国搞印太战略 是从绿本国家利益出发 不是针对中国 而是涉及陷害美国 加速美国霸权的崩溃衰落 在中美对抗中 谋取最大的绿本利益 印度的访华决心和意志是不是坚决 印度这个国家 目前处于世界大国的第二阶层 离全球性强国的道路还很远 这意味着 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主导权中 印度始终是一个罗罗的角色 当然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小角色 根本无足轻重 既然是小角色 那么其决心和意志不会坚决 道理很简单 无论印度和澳大利亚如何的折腾 都改变不了至极的罗罗命运 无非是卖卖苦力 获得一些好处而已 从以上的战略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所谓的印太战略 遏制中国决心最大 意志最坚决的 唯有美国 绿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都是心怀鬼胎之徒 投机取利而已 商 美国的印太战略 致命的弱点在那 美国想利用印太战略 唯独和遏制中国崛起 阻止美国、印度洋 和太平洋霸权的崩溃 绿本、印度和澳大利亚 想利用印太战略 来获得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和好处 这就是美、绿、印、澳 世国开会谋划印太战略的关键 美国的印太战略 致命的弱点在那 我认为致命弱点是美、绿、印、澳 谁都不想和中国直接对抗 以损失自身的实力 投机不成18米 美国之所以搞所谓的印太战略 是因为 自身的实力不行 不足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对抗中国 才拉拢绿本、印度、澳大利亚 来围堵遏制中国 所以 美国想利用他们在一线与中国对抗 消耗中国的实力 而美国躲在幕后操纵 这样 美国才能处于棋手的地位 而中国和绿本、澳大利亚、印度 都是棋子的角色 绿本、印度和澳大利亚 加入印太战略 不是想自身与中国对抗 而被称为炮灰和旗币 损失自身的国力和国运 而是想 利用美国和中国对抗 而从中牟利 从而获得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中国和美国一旦对抗 他们的价值就会上升 就会被拉拢而要价 美国和绿本、印度、澳大利亚 各自心怀鬼胎 印太战略就成为了扯大旗 拉虎皮的招数 而难以真正地形成所谓的战略同盟 对此 我们就要心知肚命 感谢观看